Hello 大家好 我是蔡慧恩 我們來到美孚了 沒錯 今天和李慧琼來到這裏 來到美孚這裏 這個A出口 我知道 由你做九龍西直選議員的時候已經爭取 看到我們剛才走樓梯上來 這裏一路又沒有電梯又沒有升降機 沒錯 其實這個議題 或者這個訴求已經十幾年爭取 由曾先生交給我的時候 居民已經是非常強烈的訴求 但是到現在雖然港鐵已經答應 但是未落實 其實真的幾萬幾年好 沒錯 所以我和這一區其他社幹的同事 是會繼續趨速港鐵快點動工 因為其實有你們之前的前輩 一路為大家爭取 其實已經是爭取成功 但是只不過那個工程就遲遲未開始 但是Staria 其實這一區 除了港鐵A出口之外 其實這一區的街坊 還有很多關於他們的議題都很關心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油價的問題 其實我們立法會之前 過去真的差不多半年了 大半年都停擺了 油價本來我們都在立法會 想熱烈討論 沒錯 沒錯 其實油價特別是中產家庭 中產朋友都很關心 香港油價真是貴絕全球 早前世界的油價跌到低點 香港的油價就是指聲不跌 甚至完全沒有反應 所以我們其實建制派 也都跨黨派 在Tanel裡面要求跟進 但是你知道 立法會其實政治操作為主 沒錯 跟進的時間都不夠 所以這些議題又是跟進得不夠徹底了 沒錯 其實呢 除了油價中產關心之外 其實我們自己都是為人父母 教育 我們教育都很關注 小朋友現在在學校受教育的情況 因為大家都知道 從小到大的培養 可能都會影響到他們 某些事情的看法 所以在這裡 我們最想透過這個片段 告訴大家 其實陳海恩和李慧琼 都是很努力 希望在議會裡面 發揮到我們做議員的作用 為你們關心的議題去討論 但是呢 過去一段時間 的確議會是停擺了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很希望 大家透過接下來9月的選舉 挑選一些真正做實事 實幹的議員 為你們在議會發聲的議員 這個是非常重要 記住啊 你有兩張選票 用好你手上兩張選票 支持陳海恩地區直選的朋友 希望你第二票都可以支持我李慧琼 因為第二票就是全港政壇票 沒錯 另外希望支持李慧琼的議員 也都支持陳海恩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兩位呢 都是由九龍西出發 之前呢 SARI的直選 就是由九龍西起步的 而交到下來 我們現在這一屆呢 就是希望九龍西 希望突破回 沒錯 我們以往呢 只是有兩席 建制派只有兩席的情況 我們希望爭取三席的 所以我很希望 大家支持我們的朋友 記得在直選一票 投給陳海恩 另外超級的選票 記得要投給李慧琼 好 拜拜 拜拜